大家好我是貓斷 欢迎来到科技曼星云 这期讲的是永久免费无需续费的一个免费的域名 它是自带DNS权限的 可以自定义域名 也有可以托管到Cloud layer上的域名 托管到Cloud layer上的域名应该用的是IPv6的地址 所以看上去有点奇怪 不过我们等会可以试一试 它这里说的是永久免费二级域名 无免费无限制 首先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点这个开始注册 点这个注册 到这里来复制一下邮箱地址 好像临时邮箱不行 再换一个临时邮箱 复制粘贴依旧不行 散掉 给一个Gmail的纸邮箱 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看不清楚是点一下可以换的 点击获取邮箱验证码 要求先输入密码 给一个密码以及确认密码 点击获取邮箱验证码 发送中 验证码已发送 请查收邮箱点OK 好的在邮箱里面收到了验证码 复制这个验证码 在这里粘贴验证码 点击免费注册 注册成功请登录OK 用刚才的邮箱密码 输入进去以后点击登录 图片过去重新获取 点OK 在这里点一下可以换有一个新的图片 输入G-E-U-Z 输入好图片中的信息之后 点击登录 目前这个vvv.host 这个域名暂时无法使用 网站正在处理 会有邮件通知 这个我们不管 直接插掉 按官网 在这里的说法 是二级域名 无限制永久有效 当然了先弄一个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要让它能够脱管到 Cloudflare 上 不然它的作用 就比较有限 当然除了可以host到Cloudflare上 也有可以host到hostory 也就是这个hostory 这个也是免费的 或者直接 也 或者也可以host到这个hurrikans上 它是世界六大IPV603之一 它也是有免费DNS服务的 当然最普遍的用的依旧是Cloudflare 这里可以管理已经存在的域名 不过我们一个域名都还没有 直接点这个 这里可以选的其实不多 先来一个自定义域名吧 看一下它能不能脱管到Cloudflare上 给一个自定义的域名 它这里后缀只能使用这个cdlog.eu 因为 点host的这个域名后缀 一开始网站就说了是不能用的 它们再处理 不过第二个看上去也挺好 反正免费的 它这里说可以注册 我们就点立即注册 确认注册 永久有效 这里说了永久有效 注册好了以后 就会看到状态显示为正常 点这个 就可以开始进行DNS的管理 它这里有A记录 Clan 这两个都是email 这个就是域名解析服务 点击返回列表 因为我们是要托管到Cloudflare上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产生的一名进行一定程度的了解 复制它 用这个命令看一下它的基础信息 服务器应该是在欧洲 具体来说服务器是在比利时 状态是已经激活了 这是它的NS的server 换言之 它非常有可能是已经有复集的NS了 这样即便托管到Cloudflare 也许并不能够完全使用Cloudflare的全部功能 用这个命令 仔细看一下它的NS服务 看上去它没有复集 应该是可以完全托管到Cloudflare的 没关系我们试一下 行不行的试一下 复制它 来到Cloudflare Cloudflare需要注册账号 注册非常容易 只需要一个邮箱 我是已经注册好了 所以就直接登录 登录之后 选加入域 面贴刚刚新注册的域名 直接使用快速掃描 点击继续 果然不行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在Webdome的网站上 它提供的域名分成了两类 一种是可以注册到Cloudflare上的 一种是不能托管到Cloudflare上的 回到这里 在这里的话 它自己是可以添加DNS记录的 有空可以自己去添加一下 放回 我们主要是要看一下另外一个 点击注册域 看一下这个可托管到Cloudflare的域名 这个剩余数量挺多的 100个还剩94个 注册一下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免费的 点击注册 这个就是域名很奇怪 当然也是永久有效的 前缀是由系统自动分配 点击确认注册 域名一旦注册成功无法更改 该域名前缀已用完 请选择其他域名 点击取消 刷新一下 再次点击可托管Cloudflare的域名 让它自动再加载一下 这个不行 换一个换成这个 点击确认 这个可以 点击我的域名 复制这个刚刚注册的 按官网的说法 可以托管到Cloudflare上的域名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信息 用这个命令看一下它的基础信息 复制这个刚刚注册的 官网说可以托管到Cloudflare上的域名 我们要准备查看一下它的信息 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信息 信息并不多 用这个命令看一下它的ns记录 看上去是没有复集的 试一试能不能托管到Cloudflare上 复制它到Cloudflare上 捏贴这个新的域名 选快速扫描 点击继续 看来这个可以 这个看起来可以 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 我视频主打的就是不花钱 这里有一个free 写的很大 我们应该选这个 不错 并没有以前的过往的历史记录 继续前往激活 点击确认 点击复制 这就是Cloudflare提供的两个ns解析了 第一个已经复制了 回到webdown 点这个 在这里面贴第一个记录 回Cloudflare 点这里 在这里面贴第二个记录 点击保存ns记录 保存中 ns记录保存成功 生效可能需要几分钟到几小时 点击确定 换人稍等一会就会好 也就是说这个域名是可以反定到Cloudflare上的 虽然它看上去有点长 很可能是因为它使用了IPv6的原因 返回列表 点击DLS管理 这会我们是应该可以直接看见 对 我们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直接看见 两个Cloudflare的配置了 再次返回 确认它状态是正常的 回到Cloudflare 点继续 点击立即检查服务器名称 请等待几个小时进行更新 这可能需要消耗一点时间 不过Cloudflare应该是很快 过了三分钟 服务器状态变成活动 也就是这个网址 已经托管到Cloudflare上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试一试 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 谢谢